欢迎来到中国电视剧品质盛点 有请今晚司宜 著名主持人杨岚 著名演员 童大为 各位尊敬的嘉宾 各位朋友 各位前辈 各位同仁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还有后面的粉丝朋友们你们好 一看到你们就觉得 我们整个的空间都充满了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USMG影视剧中心和东方卫视联合呈现的 中国电视剧品质盛点 我是杨岚 我是童大为 今天是我第一次跟大为一起合作来主持 所以也觉得非常的新鲜 大为你上一次主持是在什么时候 做主持人对于我来说也很新鲜 这个我上一次主持要追溯到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主持一台圣诞晚会 那一次对于我来说真是一次非常痛苦的经历 在那次之后 主持人这活对于我来说就再也没有之后 真的所以这是你第二次担任主持人 对所以这个 总有奇迹发生 主办方找我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但是后来听说杨岚姐在 我想我主持不好的话 杨岚姐会帮我兜底 所以我才来的 谢谢谢谢 也许我们今天的合作之后 明年你就可以进很多的看点的 的确当我们盘点2015年的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的时候 就会觉得可以说是星光异异 不仅在数量上有所突破 特别是在品质上更有提升 对希望在座的同仁们2016能够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等等等等慢慢慢 2016年那是结尾说的话 先提前说 有点着急想早点结束 好那我们就开始揭晓的环节好不好 好首先有请第一组揭晓嘉宾 东方卫视周波剧新婚公寓的主演 李嘉航 李胜夫妇 掌声有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嘉航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李胜 那老公你知道 我们今天要颁的第一个奖是什么吗 不知道 叫年度最佳新锐男女演员奖 那颁奖之前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问一下你 当然 作为一个男性观众 你在选择一部电视剧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最吸引你的 就是对于我吧 对 对于我可能我觉得是情节 嗯 然后要节奏特别好 无尿点 哦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 从女性的观音角度来讲 什么地方最吸引你 有帅哥就好 你怎么能这么浮浅 颜值既正义啊 你想如果一部戏里面有胡哥 霍建华 认可 未来的他千里无可限量 好 掌声有请韩东军 王晓晨 荣获年度新锐男女演员奖 恭喜二位 两位好 恭喜恭喜 好 我们也请揭晓嘉宾 把奖杯送到他们的手上 恭喜恭喜 啊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我的公司唐人影视 还有王丽萍老师 还有东方卫视 谢谢你们给我的支持和鼓励 这个奖呢 对我是一个 二零一五年的一个肯定 也是我的鼓励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呢 我会更加地努力 带来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还有我的粉丝们 谢谢 谢谢韩东军 有请王晓晨 今天两部作品 一部二胎失败 一部大好时光 是在上海东方卫视播出的 随即我也迎来了 自己的大好时光 首先要感谢王丽萍老师 谢谢他写出这么好的剧本 并且给我这么一个可爱的角色 要感谢滕花涛导演 谢谢他一直对我的认可和信任 要感谢夏晓芸导演 以及他所带领大好时光 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 还要感谢我在大好时光当中的对手演员 也就是我的师哥虎哥 谢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才有我的大好时光 今后我会好好的努力 创造出更多生动的角色 来回报一路上爱我和支持我的人 谢谢你们 谢谢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出的就是人气奖 有请七小嘉宾 著名演员刘涛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刘涛 真的很高兴 在这一次的盛典当中 能够见到这么多的新朋友 老朋友 我现在要颁发的是年度最具人气女演员 其实我知道 恭喜王凯 谢谢涛姐给我的祝福 我一定会多睡会儿了 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给我这个最具人气男演员讲 那要感谢SMG东方卫视 第二次给予我这个荣誉 谢谢你们对我的肯定和鼓励 还要感谢我的公司 对我的栽培和信任 感谢我的影迷朋友们 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王凯你先留步啊 我们还有问题要问你呢 过去这一年 你在电视剧方面 真的是收获颇多啊 那我们既看到 在狼牙榜里边的这个晋王 又看到伪装者里的阿诚 还有他来了请闭演的李薰然 对不对 所以说古装戏年代戏 现代戏你都演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哪一个角色 最像你本人的性格呢 我总觉得演员和角色之间 一定是有一定的契合度的 其实这三个角色 或多或少都会有我的性格或者影子 那如果一定要说一个之最的话 非要我说个之最的话 必须要我说个之最的话 必须 那就是肖锦炎吧 因为在很多一些性格方面 包括一些我想具备 但不具备的一些所谓的理想性人格 他都具备了 他是我一直想变成他那样的一个人 我当时拍完这部戏之后 我发了个微博 我说这四个月当中 不知道是我住进了肖锦炎的心里 还是他住进了我的心里 所以当演员和一个角色的 粘合度很高的时候 他一定是有很大的共鸣产生的 谢谢王凯的这个回答 我知道王凯非常红 但是他身体有一个部分也非常红 就是他的手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大为你先帮他拿一下这个奖好了 你要如果像粉丝 或者说像你的观众 用两只手来表达一种感恩的心情 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手势 一定要两只手嘛 一只手也可以 一只手也可以 感恩的 对 仅此而已嘛 我们要看到那个手 这是记在心里了 这样也可以 记在心里了 这样也可以 对 他们已经都已经醉了 好 所以这个手也非常有 这个表现的能力 不过接下来呢 就要王凯展示 另外一个方面的特长了 对不对 听说对 低音炮很厉害 你们想不想听王凯唱歌啊 听不见你们的声音 这发出内心的呐喊 我们请王凯准备一下 为我们带来 《伪装者》的片尾曲 《素中情》 无限柔情香 沉睡一般荡漾 荡漾到你的身旁 你可曾听到声音 你的影子上 紧了我的心房 你的言语 你的思想 也是常叫人身旺 我总是那样盼望 我总是那样盼望 盼望又一个晚上 倾诉着我的重场 从今后就我在彷徨 当然是我的妈妈 当然是我的妈妈 我也想送给我未来的女儿 这你别着急 一步一步来 未来的女人要有人生的 是是是 不爱人先送的吗 所以才送的亲人 这不仅仅是血统的延续 我觉得这也是爱的传递 当然我也想过 就是万一我生的是儿子 我同样要把这朵玫瑰花 交到她的手上 我要让她知道 这个玫瑰是带刺的 在通往鲜花和掌声的道路上 毕竟是一条披荆斩棘的道路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还要请胡哥留步一下 来为我们揭晓品质特别讲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份荣誉 可以来揭晓品质大奖 我觉得能够欣喜观众 能够体现电视人电影人 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品 就能够称之为品质大奖 请看大屏幕 明星品牌 明星盛典 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由明星品牌自然堂 你本来就很美 独家冠名播出 看电视剧品质盛典 用自然堂品质产品 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就和东鹏特饮 我觉得能够欣喜观众 能够体现电视人电影人 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品 就能够称之为品质大奖 请看大屏幕 品质特别奖 平凡的世界 毛洞文学奖的不朽举作 作家路遥的天鹅绝唱 一决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黄土地冉冉上扬的梦想 还有夏小云导演 当然我还要感谢 我经纪公司的老板 蔡英勇女士 不容易 我在唐人公司 今年是十四个年头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 算不算是国内演员 在经纪公司的最长的一个记录 这算从一而终吧 品质大奖 我觉得这个奖我拿在手里 有些太重了 我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奖 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是 对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刚才靖东在台上说 我们演员是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真的 我们得到了太多太多了 物质上的鲜花 掌声 荣誉 当我们在得到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观众 反馈更多高品质的作品 所以这是我的目标 我会努力的 谢谢大家 谢谢胡歌 金星是不是还有问题要问他 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 没有没有 刚才跟我们说是 来过来胡歌 说是要领导 领导给胡歌颁奖的 奖杯就拿上来 就颁上来了 不能那么随便走的 来上东西来 会有问题的 怎么能轻易放过胡歌呢 对吧 完了 我这一拉手 完了一拉手以后 很多粉丝 来发给我 今天什么日子知道吗 胡歌 没问你 你欠什么嘴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对了 三八妇女节 我手里有三朵玫瑰 请你把这三朵玫瑰 送给你 生命当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第一朵玫瑰 第一朵玫瑰 我 好 来来来 第一朵给我 对 这一朵 送给家人的花呢 我希望可以让 金星老师帮我带领 哪位粉丝特别想要这朵花是吧 恭喜三位 谢谢 也期待你们的佳作 好 我们的盛典进行到这个环节呢 大部分的荣誉都已经名花有主了 而且呢是实至名归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典礼中 分量最重的一个个人的奖项 还要颁出 有请我们的开奖嘉宾 著名演员 严妮 著名主持人 金星 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严妮 但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马上要揭晓的这个荣誉的获得者 她是咱们地道的上海人 我是一个西安人 我跟她有点扯不上 但是我的女儿是跟她是老乡 所以这么多年 我见证了她从一个轻松的少年 到成熟的男性 你怎么说的跟她是妈是她妈似的感觉 她不是我的孩子 但胜是我的亲人 你猜她是谁呀 我来想想 我来说 你说 我来说啊 严妮刚才说了 这个人跟她胜是亲人 但是我跟她呢不是很熟 但是我非常熟悉她的作品 我觉得咱们中国的演员很多的时候呢 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有了历练以后才能塑造一些角色 但是好像生命特别眷顾这个人啊 给了她很多不同以往的经历 咱们话不多说了啊 来咱们看大屏幕来 年度品质表演大奖 福哥 从仙剑奇侠传到狼牙榜 十年时间 她无畏成长 一路蜕变 2015年 伪装者 狼牙榜 大号时光 三句联播 完美霸评 她用时而活泼聪盈 时而老成持重的精湛表演 打动人心 实现最华丽的人生涅槃 首先感谢CMG影视剧中心 感谢东方卫视 2015年 我演的三部戏 同时在播 这三部戏 给我带来了很多荣誉 所以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 狼牙榜和伪装者的制片人 婆红亮先生 和这两部戏导演 孔生 李雪导演 还要感谢 大好时光的编剧 王立平老师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 品质大奖 有请揭晓嘉宾 严建刚导演 著名演员 秦海露 大家晚上好 我是秦海露 其实我们今天 是品质盛典 然后我跟 严建刚导演 颁发品质大奖 那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严导 就是 2015年 其实大家看到 电视剧行业的 一个蓬勃的 一个现象 然后也到达了 一个制作的 一个顶峰 但是作为一个 时代来讲 如何去打造 打造一个品质大奖 让这个时代的人们 能够记住 您觉得 需要哪一些条件 我先谈点感受 今天真的很受触动 我觉得我是第一次 见到一个电视剧大台 勇于把品质两个字 作为自己年度盛典的命名 一个品 一个制 是电视剧制作的命门 也是电视台发展的法门 我坚信 2016中国大剧 必定看东方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 看一下今晚的大奖得主 请看大屏幕 品质大奖 米月传 创造东方卫视 十三年来 最高收视率的爆款答却 它入戏无数地加入了 家国天下的思考 和有据可查的历史背景 是作品成为极具收看性的 女性传奇之外 别有一番好重历史 端言样貌 《狼牙榜》 破空而起的年度现象极大作 它击穿了网络IP和品质剧之间的后帐 弥合了偶像剧和历史剧的类型差别 时至今日 它的影响力仍在发酵 它给中国电视剧带来的审美变革 仍然魂音缭绕 抚妈猫吧 以右生小为切入点 引发了全社会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这部话题剧 并没有给出教科书是一样的人生答案 却能够让所有观众 在观剧过程中对号入座 得到自信反思与提升 堪称近年来话题策划剧的标杆之作 也有请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陈宇仁 为宇悦传狼牙榜 鼓妈猫吧绿组颁奖 恭喜啊 的确是三部大戏 而且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的确看到电视剧的这个品质 有显著的提升啊 而且有很多电影人 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 用电影的手法来拍电视剧了 好 再一次掌声 也特别感谢这部戏的 制片人黄岚 感谢我的责编陈廷 没有你们 我今天站不到这里 谢谢 好 再次恭喜两位 下面要颁出的是 杰出导演成就奖 这小嘉宾有请蒋文丽 大家好 今天专程来给一位老朋友颁奖 说这位是老朋友 是因为从八十年代到今天 他不管是自己参与 还是自己导演的电视剧 基本上步步都是精品 影响了我们很多代的 中国电视剧观众 另外呢 我跟这位老朋友 相识于九十年代初 那时候有一部电视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刚从大学毕业的我呢 没有入选 就在我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坚持做演员到今天 他说你将来一定会出来的 那么后来我们一起合作了 电影刮沙 又合作了电视剧 清婚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这位老朋友是谁了吧 请看大屏幕 结束导演成就家 郑小龙 他是中国电视剧事业的 第一批拓荒人 北京人在纽约 渴望 编辑部的故事 甄嬛传 每一部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015年 在东方卫视首播的 《芈月传》再造传奇 在始终保有生活的温度中 见证了他的创作初心 和未曾随岁月变迁 改变的艺术追求 这一世实至名归 也没有意外 我们掌声恭喜郑小龙导演 我们有请上海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 王伟先生 为郑小龙导演颁奖 谢谢上海东方卫视 谢谢那个SMG 颁给我这个奖 我觉得这个奖实际上是颁给 颁给我一块合作的 那些朋友们 那些创作人员 我的摄影 美术 化妆 服装 道具 也是颁给 参与这个戏 演出的演员们 同时 我觉得还是颁给 广大观众 告诉了我们这些创作人员 什么才是最好的 所以说我谢谢你们 好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小龙导演 谢谢 追的我们直跑 在这时候给个这个奖 让我们也这个 要对自己 有一些要求了 更多的努力 来演更好的戏 给大家 谢谢 好 嘉义兄 稍等一下 我们这个大卫 还有问题要问你 嘉义哥 我知道 现在您除了当演员之外 还有制片人 导演 很多的身份 我不知道 在这些众多的身份里边 您做哪个工作 是最兴奋的 其实我自己都是混乱的 真的是混乱的 可能你是太爱这个行业了 所有这个行业的 每一个边边角角 我都喜欢去 去去去去 去琢磨一下 去干一干 其实还有更多 在剧组管的很多闲事 道具也要跟人聊 这个制情也要跟人聊 就喜欢 没办法 好 我们期待在影评上 看到张嘉义 更多的表现力 再次恭喜 我们有请下一组 揭晓嘉宾 著名学者 钱文忠先生 和著名演员 韩雪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是钱文忠 大家好 我是演员韩雪 那接下来 我们要揭晓的 这个奖项 就是年度最佳 原创剧本奖 请看大屏幕 年度原创剧本奖 王丽萍 《申结》 编剧王丽萍一出手 即利作 剧中 无论特立独行的不婚族 还是对未来充满 懵懂的九龙后 诱惑着 人道中年的恐婚族 都令都市白领一族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感 风格活泼 造型时尚 故事跌宕起伏 为中国都市题材电视剧 在天荣耀 聚焦现实题材 刷新各类指数 编剧《申结》 以鲜活生动的细节 展现虎妈 猫爸等 各个家庭成员之间 教育理念的差距 观点碰撞 爆发冲突 引发社会关注和反思 恭喜两位 有请王丽萍女士 和申结先生 来上台领奖 电视剧带给我们的能量 不仅仅是会心一笑 还有感动 热情 责任 我相信我会继续努力 创造更好的剧本 谢谢东方卫视 谢谢SMG 谢谢上海 谢谢大家 谢谢我的老婆 因为我是生活中的 猫爸原型 感谢他给了我 虎妈的灵感和刺 也没有了 我叫郑小龙 导演 大家好 我是王小辰 今天非常荣幸 跟郑导一起 揭晓荣誉 小龙导演 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您 你认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他应该具备的素质 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他的内心 我觉得内心的那种力量 特别重要 其实我选演员 我首先选这个演员 和我这个角色的气质 是不是特别相符 其次还是他的样貌和演技 让我们来看大苹果 首先是最具表现力的女演员奖 年度最具表现力女演员 秦海露 被称文艺女神的她 塑造的每个角色都多面且灵动 妈妈向前冲离的时尚辣妈 让电视剧市场为之惊艳 秦海露容气质与角色为一身 对角色拥有出色的掌控力 用实力和作品 展现了演艺圈 最个性的王者风帆 恭喜海露 请上台领奖 海露也在郑小龙导演的 这个红高亮里有 非常亮眼的表现 我也是老朋友了 谢谢东方卫视 谢谢SMG 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演员 能够拿到表现力奖 其实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事情 谢谢大家的肯定 我继续表现着 大家看着 好 也请两位继续揭晓 获得年度最具表现力男演员是 年度最具表现力男演员 张嘉义 他是演技派男神 二十余年在演艺圈兢兢业业 成绩斐然 2015年 在东方卫视首播的 后海不是海中 他以真实自然的演细 再次塑造经典影评形象 散发的影评正能量 感染众多观众 他们都拖到神 恭喜张嘉义 请上台领奖 谢谢 谢谢 感谢东方卫视SMG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拍出来的好剧 有播出 还有展放的地方 非常感谢 谢谢 也感谢所有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时候 给我们这奖是鞭策 因为刚才看到 一直在颁奖 像虎哥 锦东 所有这些年轻演员 好不好 我来帮你们演 女主角 找小鹿 小女孩的角色 找甜心 小男孩的角色 不都放开二胎了吗 先预约 我再升 好吧 南亮你是在这儿 来找工作呀 还是来揭晓奖项啊 马上到五分钟了 好 现在长话短说 揭晓我们的奖项 最剧突破男演员讲的是 年度最剧突破演员 贾乃亮 蒸蒸日上的事业 幸福美满的家庭 经过不懈的个人努力 这几年 她的心徒扶摇直上 这个你听我的 不走寻常路的她 给国内电视迎评 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好评无数 哇 这个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啊 导演总是要上天呢 没跟我说 让我上来领奖啊 对 我们这样子 没关系 我们什么样的场面 都可以来面对 现在就请颁奖嘉宾 贾乃亮 把这个奖项 最剧突破的男演员讲 颁奖给过奖人贾乃亮 没错 好的 最希望荧幕期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在座的各位领导 各位好的导演 能够给我最认可的一个角色 叫做演员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我努力的一面 我希望在2016年给大家 交上一份满意的打卷 谢谢 谢谢 恭喜贾乃亮 也感谢我们的揭晓嘉宾贾乃亮 恭喜亮亮 再见 请入座 下面揭晓的是年度最具表现力 女演员男演员演讲 有请揭晓嘉宾 郑晓龙导演 王晓晨 小龙导演 你真是等着 人是掺着你 还你拽着别人的 不习惯是吧 不习惯 被这么年轻漂亮的女演员 一块走出来 我已经很多年 首先谢谢东方卫视 谢谢SMG 除了谢谢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觉得谢谢 谢谢李雪导演 谢谢侯洪亮 直评人 谢谢孔城导演 谢谢我们一路合作过来 帮助过我的所有的 台前幕后的同仁 当然要更加谢谢 今天在座的各位 著名的导演 各位老前卫 我们年轻这部演员 是站在你们的肩膀上 是你们给我们创造了 越来越好的条件 这是我需要感谢的 以后呢 希望能够拍出更好的戏 希望能有更好的人物 呈现给大家 谢谢 好 再次恭喜Dino 下面我们要搬出的是 年度最剧突破演员 有请揭晓嘉宾 贾乃亮 大家好 我是贾乃亮 上台之前节目组跟我说 让我在台上赖五分钟以上 不然的话不给我搞仇 所以我恬不知耻地 多说几句 现在开始 我是贾乃亮 很高兴能够作为颁奖嘉宾 来到这个舞台上 既然今天晚上呢 是电视剧的颁奖满会 那我必须要说一说 去年我没眼上 也没找过我的 但是我追的一击都不落的电视剧 首先要说说《闽月传》 《闽月传》这部戏 让全国人民 都认识了一个字 就是米 之前 我说 哎 孙力有部戏叫《闽月传》 还真不错 我说这《闽月传》 是播半个月就完事了吗 结果播了八十一 结好几个月 我呢 再说一说 前段时间 一直霸占迎评的谍战戏 要说谍战戏啊 现在拍的真的是好 我一点不骗你 从服装 从造型 从剧本 从画面 从导演 各个方面 太棒了 帅到没朋友 这部戏就是狼牙榜 哦不是 是 伪装者 谢谢 说到狼牙榜呢 我必须要说 我终于认识了一个 比玛丽苏 杰克苏 百里图苏 还苏的 叫做梅长苏 对不对 哦 再说说我自己吧 我觉得 我们电视剧市场 今天发展的这么繁荣 跟在座的各位业内人士 是分不开的关系 他们努力拼搏 创造一步又一步的佳作 我想跟各位说 如果你们忙累了 不想接的活都交给我 在这要颁个奖 当然先借今天这个 特别好的机会呢 也想祝一下 所有的女性朋友 女性观众 女性的亲人 祝你们今天节日快乐 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爱和尊重 谢谢 哇 谢谢 其实做演员 我是特别享受 跟喜爱这个职业的 同样作为演员的你们呢 每一位演员可能 最渴望得到的是 大家对你演技跟实力的认可 那现在就要颁的是 年度最具实力演员 请看大屏幕 年度最具实力女演员 严妮 她用角色去诠释个性迥异的女性形象 从《武林外传》到《易扑二主》 《生活启示录》 她的作品 总能让人耳目一新 你爸还说我呢 颠覆过往的历程里 她从未被声望名誉所累 哪个妖艺见了 你不把你当他做 以自己对表演的赤字之心 展现最具实力的女王魅力 祝贺妍妮 请你上海领奖 谢谢大家 特别感谢 也希望我以后还能演出 扎实有力量的角色 今天三八 我也接到了很多的祝福 虽然我知道 我早已步入妇女的行列 感谢还给我这样的奖项 让我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谢谢 好 再次祝贺妍妮给我们带来 那么多有力量的女性的形象 也请张嘉义继续为我们揭晓 妍妮是我所有演戏里 最嗲的一媳妇 2016东方卫视首播的 女一名回传中 她以卓越演技 突破性地塑造了角色形象 成为实力女演员中的翘楚 你看刘诗诗多配合我们晚会的节奏 已经自己上来了 恭喜恭喜 有请小恩和凯威为她颁奖 谢谢 好 诗诗也请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谢谢东方卫视 谢谢一只支持我的小狮子们 也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这么好的平台播出 谢谢 那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你的这个喜事啊 很快就要举行了 如果你给爱情保鲜来设计一个药方的话 你会怎么样来设计呢 哇 好难哦 不难啊 我觉得不需要药方 为什么要用药方 因为没有病是吧 那你就说或者是为爱情保鲜的秘诀吧 我觉得是信任 信任 对 就这么简单 这两个字 好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呢 也有一位嘉宾要送来一份惊喜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是是是是 恭喜你得了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演员大奖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东方卫视给你的支持 这两年的工作确实真的很辛苦 能够得到大家肯定 真的很棒 那接下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了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休息休息 嗯 哇 他好像是代表你 谢谢东方卫视 SMG 谢谢给我的 应该叫未婚妻 对不对 办这个奖项 看到刚才这段视频 有没有感动 有有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 忙工作的时候 是会分开各忙各的 然后 刚才让我休息 对 然后 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 那关于这个婚礼的事情是不是在座各位都已经收到请柬了 有吗 没有哎 他们但是他们非常的期待 好像大为已经收到了对不对 对我收到了 我收到了 你怎么收到了 你准备红包了吗 那个 好像龙哥前两天说不收红包 真的吗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期待你的喜事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也祝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多的作品跟我们见面 谢谢 好 再次感谢 再次祝贺一下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来 请入座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 我们的揭晓嘉宾呢 其实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有请张嘉义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嘉义 小深思 一大 persec 씁 这本节的发展 说 哥 是 你 你 就是 我 是 ほ 我 我 我 你 他 水谱不见封颜 一笔千秋后人心间 一笔千秋后人心间 谢谢 谢谢刚才是刘涛和胡哥为我们带来的红颜旧和风启时 下面我们要揭晓的是年度最具影响力演员 有请揭晓嘉宾刘凯威陈乔恩 掌声有请 好像到你讲话 我讲什么到你讲啊 赶快报名字 不是刚刚导演跟我说 我就是负责上台挥手打招呼 别的你来搞定 有没有搞错啊 刚刚导演跟我说叫我上来摆pose 别的你来搞定 那咋整 咋整啊 现在气氛好像有点尴尬 看来是得罪导演 那我们 我们重新再来吧 好 重新再来 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祥恩 大家晚上好 我是刘凯威 今天我们要颁的是年度最具影响力演员 请看他屏幕 年度最具影响力演员刘诗诗 从射雕英雄转 仙剑奇侠转三 到步步惊心 他脚好的气质外形 精致细腻的表演 迎来一片赞赏 全天下最重要的 在二 东流 乐趣已猜 泪难堪 江山未老红眼酒 人便利 故人却又便利 脱红颜难寻 不知此夕何几 不知此夕何几 红颜旧 愿旧 人品都穿进你 为不便此情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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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 我说的 有了 我说的 青藍 雪仍煙 何人心念 烈火 清平原 回见 戒别红颜 不宜许 余念 李却为 豪气仍在 冰心 试破长 夜天 思念 触碰 闭上空旋 正图黄断 铁甲油痕 现在每一部电视剧的传播 也靠口碑 然后也要做很好的新媒体的传播方案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新媒体合作机构功夫可没 好 再次祝贺两位也感谢我们的两位 揭晓嘉宾 谢谢 请入座 最受欢迎男演员霍建华 他天生拥有一张令人爱慕的不老容颜 坐拥无数粉丝 我把天下都给你了 2015年他来了 请闭眼 一经播出 即刻刷新了微博 视频 论盘等各类渠道的明星指数 再度创下收视传奇 他用实力说话 被称偏偏君子 一年修得霍建华 恭喜霍建华 再次获奖 也是从制作人手里接过这个奖项啊 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对 非常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我的影迷朋友 谢谢他们的一路上支持我的作品 然后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既然你一直在这说谢谢 我们不得不再多问两句 是不是大家看霍建华 已经觉得他很瘦了 对吗 但是演那个花千古 还有他来了请闭眼 听说你还是要用一种魔鬼的 减肥的方式 为什么需要这样 就是拍那个花千古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比较胖 然后后来接了那个 他来请闭眼 那个角色是要瘦一点 就是因为角色需要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剧本的台词 有一个介绍说 这个男主人公很瘦 所以就也希望对得起很多的读者 还有观众的感觉 所以就疯狂的这个瘦身 所以最多的一次能够减得 你用多少呢 我忘记了 就是每天不停地剪 然后就运动加上结识 哇 受苦了 希望下一部戏能够好过一点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霍建华 谢谢 好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两位嘉宾 今天要为我们揭晓的是新媒体合作奖 我们有请的两位在年轻人中 人气非常高的网络作家 肥我思存 还有新锐演员韩东军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是肥我思存 大家好 我是韩东军 现在我们要颁发的是 新媒体合作奖 请开大屏幕 新媒体合作奖 微博腾讯视频 好 恭喜 新浪微博和腾讯视频 也有请他们的机构代表上 这么好的小宇宙 这么好的刘涛 这么好的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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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涵和霓润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爱这两部戏 和爱我的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刘涛 恭喜了 的确是丰收的一年 看2016年有更多的成果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 就是男演 好了 故事也圆满的美梦 两座太遥远的彩虹 可能来自小胡同的 他看不懂 他能够让我感动 习惯他红不红 我知道自己有用 习惯他全部穷 到底他的过去 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 没人懂 没人懂 我喜欢他头痛 骨头痛 有人这样努力 我是觉得刮痛 我的头痛不再痛 等落伤成就又是悟空 苦痛说了没人懂 爱人没有用 我一样很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可怂 总有人被感动 不具名的演员 不管有没有观众 傻傻弄 除了我 销唯 大人 我当然要问你一下 刚才说你第一次做主持人 给你的印象深刻吧 但是我相信肯定不如 第一次做演员的印象更为深刻 可是我说说那时候 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一次演戏是当群众演员 演了个打手 你还能当打手 对 演了个打手 然后是真的没有台词的打手 后来领了两个盒饭吗 有钱的 我拍了四天赚了一百块钱 那时候你多大呀 十几岁吧 对 四天赚了一百块钱 然后一天管两顿盒饭 你是因为这个爱上表演的吗 反正从那个打手开始 就成为了今天的佟大维 就是打遍天下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每一个演员 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衷 和自己起步的时候 也要一直的坚持下去 才能够看到曙光 那我们继续这个晚会的环节 我们接下来要颁出的呢 是年度最受欢迎的 女演员和男演员的荣誉 下面 恭喜恭喜 那以上呢 我们就搬出了各个频道 由观众来评选出来的这个奖项 这个含金量呢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 所有的电视剧的从业人员 也想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 向我们的观众 表达一种谢意 下面有韩东军 为大家带来一首《小江龙》 躺在冰城上都也不想动 看着荧幕上的脸孔 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 她拿着一间东空 她沿着一条龙 她带着一脸笑容 野火平凡的梦 到底她的名字 她的生活普通不普通 没人懂 作为陌生人陪我偏偏透通 表演过海带的小龙 寂寞天地冲 成为我的大英雄 她能够让我感动 喜欢她红不红 她知道自己拥有 喜欢她穷不穷 到底她的过去 她的未来成功不成功 没人懂 我怕偷偷不偷偷 有人这样努力 我就觉得光红 我的偷偷不再痛 等我生存在有时无空 不同说了没人懂 爱人没有用 我一样很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走走 有人没感动 不具名的演员 不管有没有观众 傻傻傻 仅此而已嘛 大家都不过瘾 好 我们也感谢两位嘉宾 谢谢 请入座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哇 所以你看你今天晚上多忙啊 又要主持 然后又要揭晓 还要领奖 有什么感想 对 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想当颁奖嘉宾的主持人 不是好演员 是这样的吗 一人多能 我觉得也给我们的这个晚会 节省了很多经费 我真的要恭喜你 我也觉得你的这个演技 不断地提升 真的是堪称是最有品质的男演员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好 那我们也继续晚会的这个流程 我们接下来要搬出的是 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 这样的一个环节 首先我们要揭晓的是 东方卫视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 观众最喜爱电视剧 东方卫视 《芈月传》 《虎妈猫吧》 《大好时光二胎时代》 《何以生肖默》 《狼牙榜》 这六部电视剧呢 是由东方卫视的观众 评选出来的 最受观众喜爱的六部电视剧 他们也都在东方卫视这个平台上呢 创下了收视高峰 对 其中有一部是我参与的剧 好 谢谢各位 再次的恭喜了 好 接下来揭晓的 新闻综合频道 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 好 恭喜以上的电视剧 有请这几位电视剧的代表上台 现在正在颁发的是 由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们 评选出来的最喜爱的电视剧 再次恭喜各位 接下来揭晓的是电视剧频道 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 请看大屏幕 观众最喜爱电视剧 电视剧频道 野蛮 天涯女人心 千金女贼 妈妈向前冲 如果爱可以冲了 这是由SMG电视剧频道的观众们 评选出来的 在这个频道上播出的 最受他们喜爱的电视剧 好 恭喜各位 请入座 下面一个荣誉是提升贡献奖 请看大屏幕 提升贡献奖 铁核桃 作品一局大货 结架剧场收视低迷的魔咒 重新激发的观众 都有叠战剧的热情 绝对一跑 观众的热炮 到今天也记忆犹新 在之前呢 接到了组委会的电话 让我来参加上海电视 最具一致的颁奖晚会 我特别高兴 我以为是跟我办什么奖的 结果我听错了 是我来参加颁奖 而且颁奖的这个奖呢 实际上是我也特别喜欢 叫最具价值的男员和女演员 我就觉得在当今这个市场繁荣的前提之下 人们对价格的重视高于的价值 其实我就觉得价值应该是 要高于它的价格 所以呢今天我跟丽萍大小姐很高兴 来这里颁发最具价值的男演员和女演员 那么我们现在请看大屏幕 最具价值女演员 年度最具价值女演员 海青 她曾凭借超强的亲和力 和迎平号召力 被称为中国媳妇 在东方卫视首播的二炮手中 凭借实力展现情怀 对角色的完美诠释 让她的人气扶摇直上 恭喜海青 请你上台领奖 恭喜海青 请发表获奖感言 谢谢SMG 谢谢大家 其实拿什么奖真的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晚上和这么多的朋友相聚 然后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然后希望大家节日愉快 然后谢谢大家庆幸 谢谢 谢谢 好 也请王立平老师和 郭开明先生继续宣布 我们下一个获奖人 我们下面请看大屏幕 看一看 年度最具价值男演员是谁 年度最具价值男演员 佟大为 外表俊朗 温和儒雅 细里细外的他 都拥有着精致的个人品味 在东方卫视首播的虎妈妈爸中 他展现了一位别有个性的父亲 同时在综艺 公益 电影等多领域表现 皆很卓注 近年来人气指数全面飙升的他 风头正进 有请著名主持人 佟大为先生接受这个奖项 虽然今天主要是在台上做主持人 但是我心里有数 我还是一名演员 我接下来会继续好好演戏 好好做人 谢谢 制作品质定下了新的标杆 谢谢 恭喜 恭喜 有请孔生导演先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有请 谢谢杨岚老师 谢谢大伟 谢谢品质胜别 这几个戏嘛 我们这个团队 我还是在这里要感谢一下他们 每次领奖都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团队 他们真的是在幕后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劳动 再就是感谢所有的观众 谢谢 好 谢谢 有请李雪导演 感谢 这个SMG和东方卫视把这个奖颁给我跟孔导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 谢谢 谢谢 那黄鸿亮先生 作为制作人 有什么心里话要跟我们分享 真的是感谢 因为是去年的戏让我们收获了特别特别的多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我想代表团队感谢我们团队合作的这些演员们 他们都坐在台下 真的在一起合作得很愉快 谢谢你们 然后感谢团队的所有的人 感谢团队的所有的家里人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还想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孔生导演和李雪导演 在你们的电视剧的作品当中 我们时常都会看见你们俩的身影也会出现 是不是经费不够 请不起群众演员 来两位回答一下 还是走稀剧客客的路线 每次都要有一个小手 没有没有 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团队吧 李雪导演是学表演的 他有戏 他喜欢 嘉宾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欣 和著名演员吴敏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是吴敏 大家好 我是叶雪 叶欣老师 您觉得一部成功的有品质的电视剧 它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我想它是来自生活的 贴近时代的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的老百姓都喜欢看的 嗯 说得太棒了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 有的时候会遇到一部非常好的故事 演绎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 以至于这一段工作结束了之后 这个故事的精彩 以至人物的精彩 一直留在心里 欲罢不能 不能走出来 那就是一个好作品 那会让人久久地留在心里 而且过了若干年以后 还会想念这个人 一些眼神 一些细节 深持一片目光 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品质导演奖和品质制作人奖 请看大屏幕 年度最具品质导演奖 孔生 李雪 他们用影像专意时光 对待艺术精益求精 力求创新 闯关东 生死线等著名作品 即来自他们之手 两人株连闭合 闪关于电视剧市场 2015年 一部狼牙榜 为行业创下 全新记录 树立行业标杆 年度最具品质制作人 侯洪亮 从业二十余载 他致力于打造行业标杆 由他推出的狼牙榜 伪装者 他来了请闭眼三聚 为2015年的电视剧市场 描绘出浓墨重彩的艺品 精艳四座 灰红的叙述格局 和高品质的执着追求 他是无可替代的至尊优质制作人 好 掌声有请 孔生 李雪 侯洪亮上台 恭喜 也是他们的完美的合作 为大家奉献了这一个 快制人口的作品 也为行业的 我觉得 当然大家把我跟华哥开了很多玩笑了 但是很难得的是 我们在合作了之后 能够在生活中成为特别 特别铁 特别好 然后能够彼此互换心事的 这样的好哥们 我觉得这种情感 这种正能量 它也是一种号召力 好 谢谢胡哥 大为你是不是还有问题 是 我还有话 谢谢杨兰姐 现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是胡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说实了形容 就是如果让你们用一句话 来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们会说什么 刚才胡哥说到了一点 是好哥们是吧 是胡也是祸 欲祸不用躲 都不用躲呢 胡建华你怎么来形容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就是很好的兄弟 然后可以在演戏的这个过程中 可以一起成长 一起的长大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 好 再次恭喜二位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 题材创新这个荣誉 有请揭晓嘉宾 著名演员 靳东 掌声人请 我觉得今天的女粉丝们 好像很有福利 男神一个又一个的出现 来 有请靳东 杨大姐好 大家也好 在座的各位 大家晚上好 我是靳东 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很幸运 在这个年龄生活在 国产电视剧 这样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时期和时代 尤其是回顾过去的一年 这一年当中 随着电视剧题材的创新 好的电视剧 包括栏目等等 真是层出不穷 比比皆是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获得题材创新奖的 都有哪几部戏 咱们请看大屏幕 题材创新奖 他来了 请闭眼 创新性的东方卫视 招播栏目剧 根据热门IP 精心打造的 都市悬爱故事 这部国产剧创新之作 助力东方卫视 招播剧 卖出了花财第一部 这个人 说我有一种变态的关注 反恐客战队 东方卫视自制剧的 创新之作 以来自反恐第一线的 精彩对抗性故事 浮显了一曲 英雄壮歌 为东方卫视剧场 增添了全新的 阳刚热气 血雨腥风 生死一线你懂吗 获得题材创新奖的 和清醒的自知 他们值得被亿万观众所爱 并为演艺事业 竭力付出 恭喜胡歌 霍建华 请上台领奖 恭喜两位 实至名归 也请大为和诗诗 来为他们送上荣誉 他们两位来发表一下 获奖感言 胡歌 我不知道是刻意安排的 还是偶然 我手中拿的这个奖杯 上面写的是 霍建华的名字 我这怎么是胡歌 一切皆是必然 也是偶然 其实 我拿他的和他拿我的 都是一样的 获得的是同一个奖项 好 那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 和观众朋友 来说说此刻的心里话 华哥你现在还冷吗 还好 那首先要感谢上海文广影剧中心 感谢东方卫视 感谢各位观众 对我们的关注 对我们的喜爱 谢谢 好 那有请霍建华 谢谢SNG东方卫视 然后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 哎不行 两个光说谢谢 好像不能放他们走 对不对 来两位留步 两位留步 大为我们是不是还有些话 要盘问一下 你看刚才这个两位出来 就很有默契 虽然要交换一下奖杯啊 但是也说明这个两个人 有很多的合作的关系 其实最早是有过合作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很期待了 以后带来新的合作 不过我想今天你们的粉丝 也非常想听到 在你们的眼中 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演员 请你们互相用一句话 评论一下对方 虎哥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 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他是一个特别有思想 特别有追求的演员 而且非常敬业 非常敬业 你第一个词是什么 很慈祥啊 很有思想 很有思想 我们想很慈祥 好像有点早 来 虎哥那你怎么样来评价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气场的 能够在一起的人都是气场非常和的人 我是说能够走得近的人都是气场非常和的人 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人共同获得这个 最具号召力的这个荣誉呢 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 跟我们演的戏 跟我们的角色有关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也请六六和海青 听两位继续揭 最具魅力男演员奖 年度最具魅力男演员 刘凯威 外表高冷沉默 内心浓烈炙热 演绎霸道总裁炉火春青的她 情绪把控到位 角色演绎经典 是无数女性观众内心 无可替代的迎平男神 我们的抗日战争到了最后 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得天独号的帅气外表 今年累月的演绎经验 是观众心中 从未变更的一代美男 恭喜刘凯威 首先谢谢六六老师 谢谢海青妹妹 给我颁奖 然后谢谢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谢谢东方卫视SMG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 可能我认为一个男人的魅力 会应该表现在于 他对于家庭朋友 工作上面的时间的付出 然后那个热情 我自己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追求 可以做得更好 希望有一天我自己都觉得 自己很有魅力 谢谢 最后 祝各位女士们 女生们 永远青春美丽 节日快乐 谢谢 谢谢刘凯威 也感谢六六和海青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荣誉 就是年度最具市场 号召力的演员 而这一对揭晓嘉宾 好像有个名字看上去 有点熟嘛 有请佟大为 刘诗诗 诗诗好 我替所有的观众问一个 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问题 婚礼准备的怎么样 谢谢关心 都还在筹备中 你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这个荣誉 由我来办吗 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我 非常熟的朋友 好 那我们一起来揭晓 下边这个荣誉 年度最具市场 号召力男演员 请看大屏幕 年度最具市场 号召力演员 胡歌 霍建华 他以沉稳之态 灭盘重生 凭多部实力之作 稳居各类榜单之手 他屡创收视奇迹 收获万千赞誉 堪称人际指数 迎评收视的长盛将军 在被观众疯狂喜爱的背后 是他们在长久岁月里 对表演的执着 不屈的坚持 红黄和地 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 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当我老了 当我老了 我真希望 这首故事 唱歌也得 好 谢谢赵赵给我们带来这一曲 非常深情的吟唱 下一组的揭晓嘉宾 因为他们把重视 亲情和伦理的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可以说是演绎的 唯妙唯笑 他们也曾经呢 在多部的电视剧中 有着非常成功的合作 这就是著名编剧 溜溜 和被大家誉为是国民媳妇的 海青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是海青 这位是溜溜 女同胞们 妇女姐好 我和海青呢 经过多次的戏的合作 一直要感慨 这个女性的编剧也好 演员也好 导演也好 在工作中面临的压力 可能比男演员要更多一些 我们呢有很多的 甚至除了演戏 或者写戏以外 还有这个家庭要照顾 但是呢 我们发现在这样 众多的压力之下 女星们 女导演们 女编剧们 冉冉升起 而且永不落幕 因为后面环节特别多 我们直接就 那个请看大屏幕 年度最具魅力女演员 陈乔温 她以古灵精怪 甜美可爱的偶像教主出道 好了 这样回事 经历花蜜冒险 如今成为风情万种 妖媚多变的霸气女王 如果杀人也就要解决问题的话 那你把全世界的人都杀光好了 多变而颠覆性的女性角色 在历经无限尝试之后 锤炼出无可挑剔的演技 深受观众喜爱 恭喜陈乔温 谢谢中国电视剧品直信点 然后谢谢东方卫视 那我会更努力带来更多的作品 好 恭喜 大卫 其实看电视剧的时候 特别能够让人口口相传的 还有电视剧的主题歌 甚至一部电视剧已经播出很久了 但是大家呢 还在演唱它的这个歌曲 所以说是有很长久的艺术影响力 对 比如说那首 当你老了 就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 下面有请赵赵为我们带来 当你老了 东方卫视剧《递发败量》 水昏昏 杨文军和著名作家江南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是杨文军 大家好 我是江南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是品质奖 请看大屏幕 品质奖 伪装者 以经典的谍战故事为何 以精良的影像制作为表 将网络女文青的趣味 移领至电视机前 成为了经得起反复播出的爆款剧 何以生相末 以精良制作 为国产爱情剧 开创了小清新风格的纯爱剧 堪称国产偶像剧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 其他人都会变成结局 恨老头 主演神异般的演技 导演生活流的镜头 锻造了这部剧 别样的人文真情和艺术质感 感动了电视机前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 你叫什么呢 挑话 挑话 你小海鸡 小海鸡 大好时光 东方卫视台庆剧的璀璨第一弹 作品气质温暖美好 视角新颖敏锐 情节轻快流畅 细腻时尚的海牌味道 丝丝入扣 成为温婉现实主义的花张 嫁给我 老马 大央阁 作品对仁义理智性的坚守和捍卫 在现实里敢于抗争的精神 超越了时代和地狱的限制 具有强大的人性感召力 带领着整个中华民族打败侵略者 做一个响当当的大英雄 恭喜各位 那我知道呢 各位通常都是在幕后啊 所以今天也要站到我们的聚光灯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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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睡一般荡漾 荡漾到你的身旁 你可曾听到声响 你的影子上 紧了我的心房 你的言语 你的思想 也是长叫人沉亡 我总是那样盼望 盼望又一个晚上 倾诉着我的衷肠 从今后就默在 彷徨 2015年国产电视剧 可以说是受果累累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电影 和看电视剧的时候 我们的这种情感是不一样的 有人就说电影更像是一个情人 而电视剧更像是家人 因为进入到了每一个家庭 所以观众和电视剧之间的感情 可以说是更加的紧密互动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搬出的就是人气奖 总有奇迹发生 主办方找我的时候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但是后来听说杨岚姐在 我想我主持不好的话 杨岚姐会帮我兜底 所以我才来的 谢谢 也许我们今天的合作之后 明年你就可以进军 主持人的新锐奖了 还是不要 刚才导演跟我说了 说兜底的事 你多担待一点 那些容易得罪人的话 就让大为说就行了 谁像你跟他们都更熟一点 对不对 好 总之今天晚上 我们是有很多的看点的 的确当我们盘点 2015年的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的时候 就会觉得可以说是星光异异 不仅在数量上有所突破 特别是在品质上更有提升 对 希望在座的同仁们2016 能够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等等等等 慢慢慢 2016年那是结尾说的话 先提前说 有点着急想早点结束 好 那我们就开始揭晓的环节 好不好 好 首先有请第一组揭晓嘉宾 东方卫视周波剧 新婚公寓的主演 李嘉航 李胜夫妇 掌声有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嘉航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李胜 那老公你知道 我们今天要颁的第一个奖 是什么吗 不知道 叫年度最佳 新锐男女演员奖 那颁奖之前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想要问一下你 作为一个男性观众 你在选择一部电视剧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最吸引你的 就是对于我吧 对 对于我可能我觉得是情节 然后要节奏特别好 无尿点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 从女性的观音角度来讲 什么地方最吸引你 有帅哥就好 你怎么能这么浮浅 颜值计正义啊 你想如果一部戏里面有 胡歌 霍建华 静东 王凯 那死也要看这部戏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 有道理 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这份男神名单里 有没有我 请看大屏幕 年度新锐男演员 韩东军 凭借话剧版 山楂树之恋 他在圈内未出道 就已红火不已 2015年 东方卫视首播的大好时光 再度把这位年轻新锐的男演员 带入观众视野